我是阿Kent Kent 说 Kent TV 在这里 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阿Kent 频道 是的 我刚从这个泰国的边界 就是这个河埃回来 河埃这个地方呢 也就是马来西亚北部人 所熟悉的这个哈埃 或者是叫做哈埃 我个人就比较习惯称它为哈宅 但是我不懂为何会有哈宅 这个名字出现 这个发音 但是呢 好像一般人都会叫哈埃 OK 无论如何呢 就是我刚从泰国边界回来 就买了很多的东西 想要和大家分享 这个鱿鱼丝 它有各种各样的口味 还蛮好吃的 这个就是腰豆 有各种各样的口味的腰豆 干的梅子和这个龙眼 就是炸鱼皮 哇这个炸鱼皮呢 真的是很脆 然后又很好吃 调味料 我就买了东亚味的 绿咖喱味的 巴西尔猪肉碎的 这个调料包 五香五肉的这种调味料 所以呢 如果你们喜欢煮东西吃 喜欢烹饪的话 可以买这种 这个泰国口味的 这个调味料回来 然后自己煮来吃 除了这种调味料之外 还有一样东西就是 我非常推荐给大家的 就是这一个 OK 这个呢就是 它这里写的是 干脆虾辣酱 红葱头啊 然后有这个 咖喱 有辣椒 还有那个虾 现在我买的这个 是三条辣椒的 这个辣度 这个辣度呢 是 已经很辣了 如果你还可以吃辣的话 你很能吃辣的话 你就去买 这个同样的牌子 那时候是 红色的包装 是五条辣椒的 那个 对我而言是 非常非常辣的 一小汤匙 已经足够 炸开这个腿巴了 但是 真的很好吃哦 无论是配面 就是配饭多好 都非常的开胃啊 泰式奶茶 这个牌子呢 就非常的好 我相信大家都会知道了 这个红色的 这个牌子的 我买了这一种 3 in 1的这一种 三合一的奶茶 三合一的绿茶 玫瑰茶 经典的就是 泰国的奶茶 跟泰国的绿茶 然后呢 这一次我去到 这一个合宅呢 我也买了这一些 即食面回来 有什么那么特别呢 这一种呢 它是 有这个猪肉的 是猪肉味的 或许 可以拍一集 就是和大家分享 这一个 猪肉味的即食面 吃下去的口感 和味道是如何的 你想要 看这一种 分享的影片的话 不妨在上面这个地方 让我知道 我会开一个投票 让大家去投票 除了这个之外呢 还有这个 因为咸蛋黄的魅力 实在如法党 所以呢 我看到有咸蛋黄的 这个 即食面呢 我也买回来了 到底好不好吃 这个咸蛋黄的味道 到底 会不会夹夹的 我不懂 所以呢或许 下一次我也可以拍一支影片 和大家分享 这个牌子的 这个 咸蛋黄的 即食面呢 到底好不好吃 我买的 这个 咸蛋黄的 紫菜 OK 它这里写是 Dumbura seaweed 我也不懂 它的味道是如何 登登 这种零食是什么呢 这是虫 虫的零食 炸好了的 就是 调味了的 这一种 什么虫呢 就是那种 会变蝴蝶的 蚕涌肝 OK 这一种虫 的零食 所以我到底买了多少的东西呢 就是 给大家看 就是 这里这一桌的东西 就是从这个泰国豪宅买回来的 如果你喜欢的话 记得要给个like 还没有subscribe的话 还没有订阅的话 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阿堪 阿堪是我 阿堪TV 在这里 我们 下一期见 拜拜 好 好